美国联邦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今天通过重大法案 以全面改革反托拉斯法律来遏制大型科技公司的权利 预计将会在国会展开激烈的攻防 在为期两天的马拉松会议上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通过六项法案 主要针对Google、Apple、Amazon和Facebook的商业行为 最后一项法案限制科技平台在横跨多个业务领域的控制能力 这可能为分拆一些大型公司打开大门 这项法案以21比20票精简过关 这项法案的发起人众议员杰亚伯尔说 名为终止平台轮断法的这项立法 目的是要对付当平台拥有多个业务领域 容许平台利用其守门人权利有利于自身服务 或不利于竞争对手 这类利益冲突的根本不公平性 反对这项提案的共和党众议员夏波表示 作为自由市场的保守派 我深信除非企业从事明确定义的反竞争行为 否则我们不应该妨碍他们 我们应该让他们成长成功或自取灭亡 好